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关系的 照顾族主席 再浆一下啊 一样 英俊主过来了 来 坐 我来找你说点事 你说吧 英俊主 那个 这后山大马井那块地 要给报批了 领导基本上也就同意了 上面政策是啥呢 只要是咱们每个村民都同意 它不是耕地 咱们就可以建厂 那太好了 那地我知道 小的时候奉喜文松 我们几个经常到那玩去 现在关键是啥呢 这个土地使用费用 你看这样的 英俊叔 咱们按照土地的平均面积 算到每一个人头上 就算村民入股了 你说我咋就没想到这一点的 机器都做定了吧 都已经定下来了 那翰林催我好几次呢 让咱们抓紧时间 英俊来了 来不进屋里 我找现儿还说点事 屋里出发 回来 我跟他说说 啥事啊 那个建厂那事 怎么能哪 英俊啊 我跟你说 你这孩子干活能忘了点根啊 我和英俊叔聊天 我忘了我就随手放着 你跟随道 你干啥呢 做饭呢 找什么事啊 兄弟 找欠阳嘛 我把霍山大马井那块地 跟领导破批了 下一步就建厂了 英俊啊 就建厂这事啊 你们可得好好考虑考虑 这可不是一个钱两个钱的事啊 爹 现在说这些还有啥用啊 这我不说咋的我不说 我不说谁能说啊 当初我就不同意建厂这个事 你说你挺好个班 你就上呗 你回来建什么厂啊你啊 啊 勇军啊 就说你这么大人了 这孩子话你也能信哪 啊 再说建厂的它没那么容易 咱就是农民 咱就把地种好就完了 咱建什么厂啊建厂啊 老孙子 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 你就别打退场鼓了啊 都几点了还不起来呀 那饭都做好了 都几点了还不起来呀 都几点了还不起来呀 不吃了 不吃了 咋的不让你入股 还不吃饭了 还不吃饭了 要觉食啊 咋还不起来 要中眠呢 这不耍呢吗 不让入股就绝食了 铁吧 你回过来 不让我入股我就不去了 你快介绍 来 确实这道真狠 那个下边注意了啊 下边都注意了 那个李戴尔那小舅子呀 又拉了一车离 大伙愿意吃的赶紧去买啊 价格呢也不打太贵啊 这回我给大家说个正事儿 咱们村建厂啊 基本上就是定的 现在涉及到啥呢 咱们村民入股的事儿 如果谁愿意入股呢 明天就可以到村委会来报名了 但是我说一点 全凭自愿 全凭自愿 你入股呢 入的多 涉及到分红 分红就多 是吧 你要入股入的少 那分红就少 但是我还要说啥呢 你不入的 那咱也不强求 收拾 好 正是我的 收拾 哎 封景 大董 来来 封景 来 封锁 封锁 入股 封景 跟你媳妇商量着吗 这是跟她商量啥呀 我自己就能定的事儿啊 封景 你别因为支持我 被这嫂子把存哲拿出来 这毕竟是大事儿 是大事儿啊 不大事儿我也不来 老李的家我就能到 封景入股 入股 封景啊 听婶的话 两口都伤了好了再来 你跟叔说 你这存哲是怎么来的 叔 你这话说的 好像我偷的似的 你问我哥 这存哲咋拿来的 明目张胆拿的 你看 你看 你这不还是没跟嫂子说 不是 你这样 封景 你要想入股 跟你媳妇一起来 叔给你入 对 听你封锁叔的话 别因为这事儿两口的干张 不是 你们这 长得好像我怕媳妇似的 封锁叔你就说你给我入不入 你媳妇不来叔不能给你入 走 你看 张叔都不听圆圆话 不让入股肺也入 多费劲呢 找合呗 来 金总啊 这个世界上就两种人哪 一个就是成功者 二一个就是失败者 成功者就是坚持 失败者就是放弃 我不知道你是想做哪种人 谁不想成功啊 但你得打起精神了呀 你这样的话能成功吗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咱俩现在不忘记进行了 把这事儿捅破 你去告诉孙向阳 把这事儿告诉绿威 他俩能原谅你吗 所以说你要往下走啊 现在 你说董事长是做这事儿的 多好的事儿啊 他得多么地为你骄傲啊 是不是啊 所以 咱赶紧把公司 注册了 被案已经批下来了 镇里和势里 非常支持这件事儿 下面我们就开始 着手建厂房了 葳葳 我看你脸伞感不太好呢 你是不是感冒了 这两天熬夜熬的 嗓子有点疼 你得多注意休息啊 你这样吧 再来上休息椅那儿 我给你拿点感冒药 不用 真没事 不行 你这样可不行了 赶紧走 我带你去 真不用 多休息啊 好 那注册这公司得多少钱啊 你的神像啊 二百万 三百万 这不行了 这太可适了 最少得五百万 那然后这个钱 这 这钱还是你自己的 就是动用一下 就是从银行 挪出来 注册上 完事七天以后 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这你自己的就 随便动个地方简单 这你还不明白这道理吗 赶紧抓住机会兄弟 我告诉你 现在咱们天时地利人和站都占了 你还想啥呀 你还想啥呀 那好吧 小班呢 总在我想往回退一步的时候 你往前推我一步 对 咱就差这一步了 咱就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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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话呀 没意思啊 李凤行你还想咋的 存着我都给你了吗 那你啥意思啊 哎呀 这都三十九段二的 我以为你说你 你都烧成这样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你是不是冷啊 你吃药 你赶紧披上去 不用了 你俩来听话吧 我跟你说呀 你吃药都不当事了 打瓶掉瓶吧 对 许杰姨我不打针 我吃点药就行 你别听打的 你就堆药回忆啊 那我们都要去啊 你说你也太能撑了 可能这这两条累 没事我又回家就好 你先别提回家事了 你把这调瓶子 打完了啊 人家没给入股 整得可尴尬了 咱都不就听你的好了 不去有这个股 因为啥不给入股啊 因为你呗 因为我 我哪里了 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 我这大伙心中 就是这么一个人 怕媳妇 你永娟叔说了 你要不去 我自己去没用 人家不给入股 人家以为我这唇头 是跟你那儿偷的呢 你说我这一天 咋的乎乎的 又要要接班 又要当村主任 那当啥呀我呀 不 永娟叔 他凭啥那么说呀 凭啥瞧不起你呀 明天咱俩一起去 就不信了 还不给入这股了 你去吧 我是不去了 不入了 放心 你明天必须得去 快别也去 假如说 刘勇俊 他不给入这股 我就要陪被查过他 我一定要陪被查过他 你去吧 行行吧 小姐姐 我给她做了面 让她吃了 小姐姐 吃不下去了吧 吃不下去也得吃点 空腹打针对胃不好 是啊 你少吃点 我上后边去 这条要是完事了 你照顾我啊 行 你走了 好 谢谢你 你 吃点面条 热乎乳的挺好 我不想吃 你 你听话呀 你这一直没吃东西呢 那空腹打针 你对胃 一点都不好 来 少吃一点 那我吃不下去 先少来点 小虎 小虎 不着急 妈妈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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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 comum 味尾 不管怎么样 好 我都是为了你 希望你原谅我 我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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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记上了啊 一万 好嘞 行 谢谢婶儿啊 没事 都多少钱呢 插个队来 插个队 大股东来了 叔 我们一家四口 都来入屋来了 四口 这不是三口吗 你真不会插数啊 那 这真还一口呢 不还一口 怎么下 我跟你说 永俊叔 今天来就证明给你看 凤几在这个家说话好使 但是大事就得归我定 行了 哥 你别说了 让袁玥说 对 你说吧 永俊叔 我驾驶股来了 袁玥哪 你来那屋就放心了 是咋个事呢 叔啊 怕凤写儿自个儿 背着你拿着钱 管你俩再干账 叔 这说啥话呀 我俩啥时候干账了 不干账就好 叔 你也别多想 咱家呢 凤写儿说了算 这事呢 他俩说 我就咋干账 好 你看看 咱们多心了 你看小两口多和谐 我一样 叔啊 上回这事呢 确实给我整的心里挺不舒服 但是呢 不能耽误住 是吧 因为啥呢 这是村里的事 我必须得起个表率就要 必须得带个头 那个他们一般都入多钱呢 有一万的 也有五千的 好 我这值里呢 正好两万 两万头入啊 我 我说话不好使呢 说也不能两万头入了呀 不是 咱不说完了吗 你跟永正叔说 我说话好 好不好使啊 算也不能两万头入 是吧 一万五 一万五 一万五哈 好 这一万五 放几根圆圆 又一万 大厨和黑贝入五千 那好 这就是的风采 这么行啊 我正前就给黑贝买狗粮 好 放行 多饭 你不喝哪个 我就喝饮料行吗 来得酒呗 多高兴呢 喝不了呢 谢昂 整俩菜就得了啊 你干嘛事啊 我都说我不来了 他非让我过来 那你不来对吗 咱俩多少钱没喝酒了都 可不嘛 庸君啊 我看这情形 这场子非见不可了这是 曹思纳哥 你竟说那没用呢 那都到这程度了 不见嘎呀 谁啊 别麻烦了 咱俩 快快 给我吧 来 坐这么多 来 吃 来 给我 跟他说 这段时间内 大家伙一直为这建厂的事 忙活得都特别辛苦 葳葳说 要给大家伙做顿饭 不是 这些赛都是吕副镇长做的啊 当然了 都是葳葳做的 对对对 有内秀吗 把你美的唱吧 是吗 是吗 入股那事 投多少钱呢 一万吧 那别人投就投了 你投那么多干啥呀 不是你一家都自愿 想投什么投五万 投一万我 那大伙都一万呢 你投多少 你投多少 我投五千 你哪投五千呢 那万一赔钱呢 那你别投了 那万一挣钱呢 那你是你这人 你咋想的啊 我就投五千 我还得留点钱过河呢 那你说我现在我要出个堆馅啥 这连请人吃饭钱都没有 出啥堆馅呢 你胖牙子漏堆馅呢 这怎么 我跟你唠肉骨的事呢 你怎么跟我往堆馅上唠呢 听不懂话吗 我原本吧 现在给你买个会得尝尝 看你吃方便挺可怜的 嗯 那那行 你自己吃吧 不给老师你 不是 你说那别的没有用 人对象是打拳的 来 夏洋你张了以后呗 你提杯酒呗 我就别说了 你看你不张了以后 我们没法动块啊 说两句 儿子 你这孩子吧 就这点不随我 那你说个话费老劲了 要不让我奉起说吧 得了 我那能说 我不能算 也行 奉起 整两句 来来来来 整两句 好吗我说 那有啥不好的 在自个儿加 你说 奉起 那我就讲一句 讲两句啊 今天这个场合还挺正式啊 我那也不多说 就四句话 二道高村要建厂 感谢向阳和副镇长 带领村民共致富 还缺一个副厂长 好 爸 妈 回来啦 回来啦 妈 你上那儿 我要跟吕先生谈点事 干啥呀 我要跟吕先生说点正事 妈呀 你看你这姑娘 都这么大了 还跟你爸讨厌呢 我要跟他谈点正事 行 谈吧 爸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 啥好消息 建厂的事成了 下一步的任务就是要建厂房 建厂啊 那可不是个小事 你可得慎重啊 妈 你看我吧 你爸说得对呀 那建厂可不是小事啊 得慎重 你真得慎重 你得先去考察市场 要不的话你说你那个厂建完了 你那个产品往哪儿卖去 我都考察过了 接下来我要给你个任务 你说吧 你不是专业建楼的吗 在外面不是威望挺高的吗 所以呢 这个建厂房的任务 就交给你来办了 建厂房是很简单的事 但是呢 这个厂房我还不能给你建 为什么呀 爸 你看你 你想啊 你现在 是这个政的副政长 这个项目是你组抓的 你把这个项目给我 你说老爸我管你要多少钱好啊 我就不要钱 村民没相信吗 对啊 我之前没想这么多 我就想赶快把这厂房降下来 爸 你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 我说这肯定是有道理的 那你帮我想办法怎么办 这是很简单 你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 就是应该画图纸了 画完图纸以后就可以进楼了 应该是设计院 完了是规划院 知道不 没问题 设计院我呢有朋友 我呢给你打个电话 你就去找他 你就说你是吕大叶的姑娘 就行了 爸 你现在都到这种程度了 试试吧 谢谢老爸 行了 你爸事都给你办了 咱们去吃饭吧 不吃了 怎么了 吃过了 你搁哪儿吃的啊 我告诉你 我上楼了 这孩子 那妈妈吃吧 好 喂喂 向阳啊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你猜 这我上哪儿猜啊 你说吧 我告诉你爸 我爸帮咱们找的设计规划院 明天让咱俩一起去 喂喂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这种事就别麻烦叔叔了呗 那麻烦什么呀 行了 我不跟你说了啊 明天见吧 那行吧 你早点休息 那行 你也是啊 再见 好 拜拜 请问二位找谁 你好 我想找一下你们曹总 请问有预约吗 有 这边请 好 走 有人找 曹叔叔啊 我是李大爷的女儿 我叫李威 哦 ok 请坐请坐 哎呀这个你爸爸给我来个电话了 嗯 脚位一会儿都长这么大了 真是女大四八遍越长越漂亮了 没有 小时候我见过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这个听说当副镇长了 嗯 挂职的 在靠山镇 哦 哦 这位呢 这位是我男朋友 哦 您好 您贵姓 我姓孙 哦 小孙 你小伙子一表人才 过奖 这个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小碑 我还特别希望她成为儿媳妇呢 哎呀 开个玩笑啊 小孙别介意 没事 听说有事需要叔叔帮忙 嗯 嗯 我们吧想建一个花生厂 现在就缺一个规划设计图 小事一做 叔叔当然全力帮忙 好 谢谢 稍等一下 郭秘书 请把董工程师呢 交到我办公室来 好的 这个在能存工作 调节一定很艰苦吧 还行 就是挺充实的 啊 能存广阔电力大有作为嘛 希望你们都好好珍惜啊 一定要超过我们老一辈 嗯 哎呀 语初来了 坐吧 怎么样 语初 这些年不见你挺好的呀 你咋又回来了呢 那您说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呀 这是我的家 我对咱这边热土是有感情的 啊 说吧 我以为啥事 请进 朋友您找我 董工啊 我给您介绍一下 这位呢是我好朋友的女儿 吕薇 你好 这位是小孙 你好 他们搞了一个项目 就是要建一个厂子 需要我们呢 帮助一下前期的规划设计 这样呢你就把索叔叔活先撂一撂 帮他们呢忙一忙 好不好 行 这个你们就好好谈一谈吧 行行 谢谢藏叔叔 你可以去搞个实地考察 行 今天正好有时间 啊 好那你们去忙去吧 行 好 谢谢藏叔叔 哎不客气慢走 那藏叔叔你先忙 好 给你爸爸带好啊 好 你们慢走 再见 晚安再见 嗯 叔我我我我说真的啊 我跟薇薇当初 我对她是真有感事 不过我当年我太凶了 没办法 别说那些废话没有用的 你啥人我还不知道吗 是 您了解我 我这回回来呀 我是不忍心看着薇薇受骗的 叔啊 你别骗她就行了 没人骗她 不是那这事你还不知道呢 啥事啊 孙向阳你不认识吗 认识啊 孙向阳现在跟薇薇出对象了 这事你都不知道啊 孙向阳多不是个东西 薇薇现在是副镇长的 她利用薇薇是副镇长的关系 来整她那个破花生产 她一定是骗薇薇 我一眼就看出什么人来 只要你一句话 我马上找孙向阳去 把她俩这事给她整黄他 这些事不用你管 最好别让我再看看你 脾气一点没变呢 这脾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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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喂 汉琳哪 我已经实施完第二部计划了啊 什么第二部啊 就我跟你说过那个第二部计划 你忘了啊 我已经把吕薇和隋晓昂的事 跟吕大叶说了 那吕大叶的气蒙灯了 气蒙了用得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只要吕大叶一参与这个事 他没好 他一定会把他俩整好 我做点事吗 你要他俩一黄 你不是有机会 你 我咋不乐啊你 当猫你也当奶 喝白晚上没事吧咱 多喝点吧 我发现你大白天喝那杯酒干嘛干嘛呀 闭嘴 大哥都不管我 你说长话呀 少喝点行 没事 来 有他面吗 有 我来冷面 好嘞 还需要别的吗 别的不要了 行 坐稍等 老板娘 我想打听个道会儿 说吧 那个 二道沟的村呢 离这还有多远 不远了 往前走 还有啥里路 吃饭多水吗 认识吗 这儿几个在这儿喝的呢 你刚才说 那二道沟的村 离这还有多远 不知道 你不是那个村的 我不是 我大哥是二大狗的 颜文 贵心 有事啊 也没什么事 我想向你打听个人 打听谁啊 那个 孙向阳 这块地就是咱们那邻村那个大马警车地 咱们就把这块地给劈下来了 就打算在这儿建那个华盛江工厂 你看一下合不合适 怎么样 行 挺好 这块多大面积 大概能有五十亩左右吧 五十亩 而且你看上面这马路 到时候交通会在这方面 这前面就是我们村 那行 那你要建一个多大规模的华盛厂呢 这样 董工 我们先去村里村委会 到那儿我们详细谈一谈 那行 走吧 好 行 好 来 我想 替我朋友打听一打听 这个人的 人品怎么样 这个问题 没法评价 那有啥没法评价的 不找地儿 啥也不是那么好呢 喝酒 来 这样 小哥几个啊 今天的韭菜 酸我的行吗 好 刚才这个小兄弟也说了 这个人品不怎么样 其实我也听说了 人品不太好 但是呢 我有个朋友 想跟他合作点事 所以呢 我就 什么呀 我打听打听这个人 那人品怎么样 其实呢 我俩从小一起长大的 都是兄弟哥们 我不愿意背后说人 差不多说了嘛 人你执政不应 这个人不行 能到什么程度 不错 就吃软饭呗 吃软饭 靠个女傅镇长啊 发家了 行了 爷们儿啊 这话咱最好别唠了 没啥意思 背后讲的人都管 这人还不爱背后讲的人 特别是您俩那嘴 以后给我注点意 好 比老背后讲的人 我都不搭理他 你行不行 你知道吗 爷们儿 你整快点吃点得了吗 那行 大板娘 来 来 把这桌啊 再给我加四个硬菜 好的 好吧 赶紧过去做 不用了 爷们儿够了 没问题 交个朋友 喝点酒行吗 爷们儿 你叫什么名 这个你就 吴大哥 二老狗金宝鹅 好 刘伯伯 小董啊 刚才听你这么一说啊 我们待会儿心里就有底了 建这厂房就拜托你了 放心吧 厂房多大 画这样图纸啊 我心里还是有底的 那你就抓点紧 这早一天动工的 我们就早一天踏实 刘俊叔 我和薇薇送下董哥吧 不用了 没事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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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走啊 看见那个孙向阳吗 没看到 没看到他 还惹一肚子气 怎么了 我今天不到他们村去了吗 我这打听打听的 你看咋的 没一个人说的好的 说是个大忽悠 人品不行 你说怎么跟张小伯一样呢 可是咱家薇薇说 这个孙向阳人挺好啊 这件事啊 咱们多了解了解 别冤枉孩子 冤枉啥呀 那人好的话别人会说他不好啊 你去打听打听我朋友 你去问一问 问问我的人品 你的人品好 你说这薇薇咋来了呢 他想找个啥呀你 你等回来我都好好跟他谈一谈 嗯 你厂地也看完了 等图纸出来就可以建厂房了 现在问题是 你说机器如果运过来了 我们根本就不懂核心技术 没有一个人懂的 这你不用担心 副总的跟我说了 到时候他会派技术员过来教我们 因为他这机器呢 是主要用电脑来操作 操作起来都特别方便 嗯 那还挺好 我妈最近总提你 是吗 他们好像知道我俩谈恋爱的事了 这段时间一直忙剑场的事 我忙完这一阵 我抽个时间 好好去拜访一下叔叔阿姨 你看行吗 反正总这么瞒着也不是回事 关键啥呢薇薇 你平时吧 你对我灌输就叔叔啊 是什么样的人 做事多么雷厉风行 我一想叔叔就感觉特别危严 我有点怕呢 静诚啊 你跟孩子谈行 你可别发火啊 你说薇薇都那么大了 你跟他讲讲道理呗 讲啥道理啊 就两个字 不行 你说的说的 他脾气怎么又来了 你就不能改一改呀 不行 烦了 是 喂 王女士 是 行 我马上就回去了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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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查吧 你这么大了阿姨还查你呢 我妈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去了 要不然 你今天就跟我回去啊 你别 你这突然之间 刚才不说好了呢 等忙完这一身这玩意再过去呢 我这啥也没准备 这衣服也没换 你这 这不合适是玩的哪一天的呗 呗 逗你呢 行了 今天你负责买单啊 我先回去了 行 嗯 你慢慢打开啊 要不我妈召集了 走了 拜拜 拜拜 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